好的 主委观众 三练新闻团队 其实在中国的杭州为您带来 亚洲运动会的第一手消息 那今天稍后呢 要进行赛事 当然就是国人朋友相当关注的棒球 在今天晚上呢 是要对上泰国队 那我们知道泰国队 它其实在国际棒总的一个排名呢 是排在世界第51名 所以你从世界的排名上面来看 其实我们的确跟泰国有非常大的一段差距 因为呢 中华队在世界棒球的排名是第5名 但无论如何 短期的赛事 还是要看选手们在短期的发挥 到底今天晚上呢 会排出哪一些选手 当然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那在今天晚上的先发投手的部分呢 其实赛前呢 这吴思贤教练呢 一度是很卖关子的 只说今天呢 是会排出一个右头 不过呢 就在刚刚这个右头手 到底是谁已经出炉了 就是上一届亚洲大亚运的抗寒大将吴生锋 将会在今天晚上挂帅主头 而另外在打线的部分方面 先前我们其实为您预告过了 林子伟在这一回加入到了 亚人棒球队的打线之后 在刚刚呢 是也传出来 他今天晚上将会扛第二棒 那我们的中心打者的部分 将会是林立林安可 以及第五棒的吴念廷 他的爸爸吴富联教练 在这一回也加入到了 这个教练团的阵容当中 因此非常希望中华队今天晚上 在投以及打都能够有正常的发挥 那今天晚上拿下这场比赛 来让明天对上韩国队的这场比赛 有一些心灵上面的优势 而另一方面呢 在华轮溜冰的部分 其实稍早比赛是已经结束了 在华轮溜冰的部分呢 在女子的项目当中 稍早呢 我们是拿下了一金一银的成绩 那这一金一银呢 分别呢 所拿下来的最后时间成绩是 一分三十八秒五一八 以及一分三十八秒七一二 那针对这两个选手 其实我们稍早也对他们进行了访问 我们一起来听听 稍早他对于这场比赛 他们怎么看 其实我这次我真的是不太跟想象 因为我怕我多想 我会影响到我睡 然后反而是昨天我真的是 真的是睡得蛮好的 几天就一直在回想 回想 然后就感觉好像身体越来越紧绷 因为心跳一直飙高 然后就发觉好像不行 这样子我受不了 然后我就 昨天开始我就不太去想 然后就感觉好像身体还蛮放松的 好 当然光在华轮溜冰的部分 现在是已经拿下了两斤的成绩 那如果明天在三千公尺的接力 再拿下一面金牌的话 这一会儿的亚运中华队 在华轮溜冰项目 将会是拿最多金牌的项目 因此也邀请观众朋友 持续来替我们的中华 以及台湾好手加油 以上是我跟我的摄影机的周冠宇 在杭州为您带来报道时间 先还给台北